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2月20号星期四 在1月27号的时候 浙江省的十里丰监狱的三间区的六分间区的民警 叫罗某 他被检测出来的阳性 罗某是1月14号到19号前往武汉 看望家人返回单位之后也没说 就上班了 19号返回之后 一直上班到1月25号 然后被他们当地的疾控部门的致电监狱 要求他去检测 那监狱从湖北那边得到的消息 就是说他在武汉的家属有人被确诊了 然后被让家属说你都有谁跟你认识见过面了 然后家属把他说出来之后 然后湖北那边的疾病中心通知了他们浙江这边的 然后他们在通知监狱 然后再要求这个人去检测 结果检测了之后 25号要求去27号检测出来 他阳性阳性之后就给他隔离了 隔离了之后 我们现在得到消息 二十几天过去之后 浙江省石立峰监狱的三间区已经出现了犯人大面积的新冠肺炎感染 出现了好多 第一波就有六个送到医院去隔离了 现在又出现了好多 他们监狱的政委和监狱长已经被就地免职了 然后浙江省监狱管理局的副局长现在亲自兼任他们石立峰监狱的政委 然后要求5000内修好大面积的隔离病房 然后去江区的全部的公安人员都已经派去协助了 目前就这么一个情况 好吧 现在据说还没有通知家属 我们帮着他通知一下家属吧 好吧 那这张消息播到这里 好吧 谢谢大家